激光的空氣 激光 knots 蝦 cs纍 激光 мер CJ dag 激光 四十 星 海 激光 四十 星 海 今天要吃點飽 各位立場新聞的觀眾大家好 現在就是在國慶日 社民年有四名成員 包括主席陳寶瑩 剛剛由灣仔加計會出發 他們說會走到國慶星旗酒會的會場 就是在會展 我們現在就跟進著 現場都有多名的警員隨行 其實在遊行開始之前 是在加計會附近的軒尼斯島 已經早早有大約20至30個 警力在軒尼斯島戒備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隨行的警員 人數都是非常之多 我們繼續跟著遊行隊伍走 社民年他們說這次發起遊行的目的 就是要求中國全國實行普選 以及釋放所有政治犯 所以都看到 他呢 遊行用的 Banner 都是有 政治犯的 一些樣子 就是例如 47人案裏面 被捕的民主派人士 也都有 也有黎智英 看到在Banner上面 我和大家說 不好意思 因為現場的人比較多 警員的人數也比較多 所以可能直播不太穩定 剛剛進來的觀眾大家好 現在拍攝的是社民年 幾名的成員 包括曾建成和主席陳老盈 他們就在發起遊行 由灣仔家計會 走去 今日國慶日 升旗同酒會的現場 現場是有 幾十名的警員隨行的 其實在成員抵達灣仔家計會 即是他們說 遊行起步點的之前 在清晨已經有 大量的警力 在軒尼斯戒備 而當 陳寶瑩 R等等 是抵達家計會之後 警員隨即將他們包圍和守身 看看他們的標語等等 你們暫時不知道他們會不會走進場 走在會場附近 大家可以走進場 全程都看到有警方的人在陸警 大家可以看看 現場有不少記者 亦有多名警員隨行戒備 亦有傳媒聯絡組 不過現場所見 其實警員的人數 似乎比記者還要多 可以看看那個遊行 其實只有四個人 但後面就有十幾至二十名的警員 而在那個遊行四個人之前 亦都有另外十幾個警員 可以說他們都高度戒備 大家知道現在其實遊行的四個人 未去到入境事務大樓 這裡已經有多個警員在等他們 我們現在下樓梯等寫文有四個人 剛來的觀眾大家好 我們現在在拍攝 是社民連 就是國慶日發起遊行 就由這個灣仔加計會 走去今天 國慶日星期酒會的現場 即是會展 我們看到有大約十幾個記者 就是拍攝 看到灣仔會展 就算社民連四個人 還沒走到這裡附近 這裡早早已經有大批的經歷戒備 差不多每隔幾米就有幾個警員駐守 我們繼續等社民連的成員來到 好 今天就有社民連的主席 陳寶瑩 和成員阿牛曾建成 還有另外兩個成員 發起遊行 全部的遊行人士 社民連今次只有四個人 不過大家看到這麼多人 是因為有大約十幾個記者 還有隨行的幾十個警員 我們看到紅色的Banner 還有兩塊 那邊就是遊行人士在拿的位置 小心 小心 路窄了 大家小心 繼續前行 我們現在就跟著社民連四個人 遊行人士的步伐 逐漸去到灣仔會展附近 不過不知道他們能否成功去到 會展附近的範圍 對 這次社民連遊行 其實只有四個人 包括陳寶瑩 還有阿牛曾建成等等 那為什麼 畫面會看到這麼多人呢 其實數個大約現場叫者有十幾個 不過警員應該有二十至三十 現在是應該再多一點的 因為快到了會展附近 就再多了警察在這裏解悲 相信是因為越來越接近社會的現場 即是會展 但其實大部分記者已經是走遠了 因為應該是想留一些通道 不過比較接近社民連遊行人士的位置 所以我們仍然是有幾十個警員 跟他們一起走 我們也走遠了少少 因為路比較迫 我們這裡又看到有多些警員在這裏解悲 我們看到拿著紅色的紙牌 那裏才是社民連遊行的四個人 說回他們這次的訴求 大家都看到在他們的BANET上面 是有一些47人案被捕的民主派人士等等 看見也有黎智英 他們說這次的訴求是希望全國實行普選 和釋放所有的政治犯 現在就剛剛有少少的警察廣播發生 他要訌問 是想要去會展 不過警方便即刻阻攔她 警方其實現場沒有任何混亂 警方亦現在不太混亂 是突然拉起鏟帶 記者噴頭 聽到社民連的成員說要去升旗會場 即是今次經廣場 不過租到警方的冷戰 警方是想他們走開 去會展方向 不過社民連的成員說 其實他們是想走去升旗會場 即是今次經廣場 不過去到這個位置有鐵馬 以及馬上租到警方冷戰 在這裏面 剛才成員引述警方說會安排 不過還未知道警方會安排什麼 現在雙方還在溝通 現在雙方還在溝通 現在警方好像會開放一條灘鞋 警方突然間叫記者向前走,開放了一條通道 因為剛剛發生了很少混亂,寫文聯要求走去金子敬廣場 警方說不准,在溝通了幾分鐘後,突然開放了一條通道 記者向前走,麻煩記者向前走 那個記者其實已經向前走,慢慢走 剛剛進來的觀眾,這裡是靠近會展和金子敬廣場 寫文聯今天發起遊行由灣仔監計會走去國慶升旗和酒會附近 今次寫文聯要先走,因為警方不斷驅趕 今次寫文聯要先走,只有四個人,包括寫寶營和爭建成等 不過我們一直走,看到有不少警員加入 大約有幾十個隨行的警員 所以現場畫面才看起來好像很多人一樣 我們去遠一點,稍後再拍攝社民聯 大家順便可以看到會展附近,例如這裡是港灣島 已經有多個警員在這裡戒備,還有拉起橙帶 其實近年,自從國安法治 實施之後,香港已經很少看到遊行 所以今天的國慶日,都看到社民聯 這四個遊行有大量的警員在取行 今次寫文聯的遊行訴求 就是要全國實行普選和釋放政治犯 看到他們手持的直翻 是印有多個民主派被捕人士的樣子 不好意思大家,因為現場比較多人 所以直播遊詞的畫面不太穩定 不過再跟大家說 其實今次寫文聯遊行只有四個成員 為什麼大家看到畫面好像很多人 就是應該是有十幾個記者 還有隨行 現在我想應該有三十至四十個警員 甚至更多 因為警員本身已經在灣仔會展附近一帶戒備 隨著社民聯的遊行人士慢慢推進到會場附近 也有更多警員在戒備 大家可以看到 在月靠近金子京廣場 就有多介入警車 警方在這裡 已經設了一個升降台 也有鏟帶 不知道會不會比社民聯的成員更靠近一步 警員突然說現場是有記者區 不知道為什麼無緣無故會有記者區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寫文聯遊行只有四個人 就是現場所見 穿著黑色和深藍色的四個人 包括陳寶瑩 隨行的大部分都是警員 你們找個靈位準備攝影 我怕擋著你們 大家都看到他們 這個整體 這個運走會的年齡 十萬九千元穿著用 但是這樣的辦法 因為他們不能發千景 就是警方的 四個人 就扔開到這幾個 是的 但是我同一件事 我們是在這裡 還有你的故意 首先就是 就是 公眾認證 其實這個運氣 在整個的過程裡面 我們為了指摸 為了中國民主自由的事 我們首先 默開了一分鐘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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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鯛鯛 審問的成員說 會就中國民主自由民哀 好 那一分鐘就結束了 現在就馬上結束了 我們看到這裡其實都是為了創意共產黨 它現在是對於整個無論在香港的範圍或接火範圍 都是民主的權利和自由 一分鐘就很難是它有這樣的窗口和情財 去批評政府的市政 去監督政府的市政 在這樣的情況下 全民集中究竟是否能夠做好民生的工作 我們就現在交給我們的主席 來讀出我們今天的聲明 各位新聞界的朋友 我想今天又是中環人民共和國成立32周年 我想全中國都是只有現在香港這個地方 還可以發表 除了主旋律之外 可以發表一些其他的聲音 我們其實這個要求是很簡單 就是權力歸於人民全國實行普選 釋放所有政治犯 今天是中環人民共和國成立72周年的日子 我們要求特近平政權落實 工作憲法第二天 一切權力歸於人民 我們要求全國實行普選 釋放所有政治犯 習近平今年8月就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10次會議上 提出一個叫做共同富裕這個目標 認為中國要實行中國式的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特徵 堅持用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如果習近平真是動實於自己的想法的話 就應該明白與人民為中心的發展 簡單真是改善物質 更加重要就是提高人民的政治權力 如果澳人民的參與監督和制衡 一個不受弱制 用官僚意志主導的政府 就很容易結黨謀私 權力鬥爭 所以造成了禍害 我們看回中國 中國共產黨 72年的歷史是屢見不鮮的 由反右運動 大躍進 到高文化大革命 還會承擔心靈淘汰 經濟 社會和人民的巨大禍害 連中國官方的歷史都不能夠否認 雖然官方的論述 將這些東西推了去四人多 政敵 或者叫公過三七分 七分工職 三分過失 這樣的方法是蒙患 過關 但是大家看到72年來 人禍一個只不過 如果不是我儘管清廉 活潤反正的話 這些人禍只有不斷地發生 在八九雲雲的背後的推動因素 亦都是因為這個權力的不停走 學生和市民當然就是不滿 中共的體制階層貪污腐化 以權謀私 所以六八九文文最重要的口號是什麽呢 就是反觀賭 反貪腐 要求解放 要求解除報禁 落實言論自由 但是中共呢 直接用血腥鎮壓 來歸京回應市民的不斷 更加將六四定性為產革命動員 六四鎮壓之前呢 鄧小平呢 就曾經說殺二百個人呢 希望換到二十年的穩定 但是這個穩定是建立在人民被滅聲 被嚴密鎮壓的情況之下 六四之後到現在呢 由反對國企罷工為師 官商勾結的強搶土地的維權運動 到去爭取零八憲章 憲政的改革 劉曉波的零八憲章 許智慧的新公民運動 都是受到極大的打壓 頭面人物被囚 甚至是死在屋中 是一單一波一波都沒有停過 為什麽呢 就是因為政治制度不改變 單憑長官意志是不可能有根本的改變 密德生活相對過去是有些改善 但是社會的兩極分化 財富權力集中於少數掌握權力 和他的關係人手中 反而是決定決定 中國國家統計局去年六月就發布了一個數據 顯示有整六億的國民 月日的收入是不到一千元人民幣的 而顯示收入的差距的堅離係數呢 是高過0.4的境界線 2019年是0.465 在全球呢 屬於中等但是偏高的水平 疫情期間呢 由於量化孤鬆 告知到資產價格上升 更加擴大到這個貧富差距 2020年呢 中國財富排名 是1%的居民呢 是佔總財富的比例呢 是由29%升到30.6% 在這個強國的表象之下 我們看到呢 是結束在投資之上的 因為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各企 民企 以造一般的家庭 就是具額的債務是非常飄升 是佔國民總生產總值的287% 房地產基建是極速發展 導致政府是債台高速 官商勾結是令到大陸的私企財權 是有記不上的錢去胡亂投資 最近恆大付債3千億美元 為何可以做得這樣呢 就是因為如果背後沒有一個 有力的政治人物的話 一個窮龍之子 怎可以變成一個巨柱呢 所以我們看到中國 歷七十二一一直都有個亂象 是怎樣呢 企業無論你是國企民企 就一同意想重複生產 但一放就亂 一管就死 地方政府互相攀比 弄虛作搞 幹部官員就官商勾結 化工為私 這七十二年來呢 其實這個現象是不同的形式 在不同的政治口號之下 是不斷地重複生產 所以我們要自作 習近平如果提出要共同富裕的話 要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心的話呢 就是要增強發展力 可以創造更加保衛公民原件的話 但是近年的事實 就是見到呢 就是說我們收入是追不上資產價格上升 學歷高 生活反而窮 年青人反而就寧願躺平 這只是顯示呢 就是不公平的權力和財富分割之下呢 無權無勢的年輕人的沮喪 我們就要問了 沒有民主那又共同富裕 沒有政治制度的變革 何來權力歸於人民呢 不如我們要求就是 權力歸於人民 全國實行普選 釋放所有政治犯 保障言論思想出版集會及結社的基本權利 社會民主連線 2021年10月1號 權力歸於人民 權力歸於人民 全國實行普選 全國實行普選 釋放所有政治犯 釋放所有政治犯 保障言論集會自由 保障言論集會自由 公民權利 公民權利 不容剝斷 人權大於政權 人權大於政權 人民高於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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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麼我們今天的遊行呢 就不動此為止 如果有朋友呢 還未拿到我們的新聞稿 那我們可以再買 我們拿 不得來大家 勞勞 來自公項 來自公項 舊 如果沒有問題我們就要去煮酒吧 大家剛剛在寫物業的遊行結束 四個吃完之後就行主廂明道離開 原路都是警方去錄影拍攝他們 我們的直播來到這裡 大家可以再緊貼我們的報道 今天會觀察國慶日有什麼活動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感谢观看